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6号星期二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直属为压 都有意思 6月1号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学生 在学校餐厅吃饭的时候 在这个菜里吃他一个老鼠头 又给了恶心坏了 然后发了个视频 发到网上去了 然后全民都恶心坏了 然后后面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的发展最后 大家发现这个老鼠头不够恶心 这个学校比老鼠头恶心多了 最后就是这个学生吃出一个老鼠头 给全民吃了一次 真的就是这个学校最后逼着 所有的网友都吃了一次老鼠头 怎么回事呢 6月3号 学校的校方情况通报说 当时学生本人已经确认了 是他自己看错了 这不是一个老鼠头 是一个鸭脖 是鸭脖他看成老鼠头了 然后学生呢 也这个发了这个视频 在现场出具了一个书面的说明 对视频内容呢 进行了澄清 说自己那天呢 完全就是看错了 后来呢 这个来来看了 就算不是老鼠头 是鸭脖 学生自己也说了 南昌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呢 进行了调查 把这个学生找出来的老鼠头呢 反复对比确认之后 官方呢 宣布确实呢 不是一个老鼠头 是一个呢 鸭脖 然后权威机关呢 第一时间派了调查组呢 去了学校 在学校呢 进行了走访调查 对学校的厨师 后厨等一线工作人员 还有服务人员 都进行了询问 然后让他们都呢 看了一下 然后呢 他们每一个人呢 都确认 就最后呢 就最后的确实确证 确实呢 不是一个老鼠头 是鸭脖 就是给全民吃了一个老鼠头啊 结果呢 这个网友就整个都恶心了啊 因为呢 他当时是拍了视频的 对不对 那个视频呢 清晰的显示那东西张开嘴 里边两颗老鼠的大门牙 对不对 就你们家的压脖 能出来两颗门牙吗 是不是 你哪怕你说点其他东西 我也不知道 你一般人 他也是不好找 你知道吗 那么大点一东西 然后打开 打开嘴 里边两颗门牙 他 对啊 所以呢 就是说 你知道吧 然后全民的就都沸腾了啊 大家就开始拿这个呢 开始找乐 就发了各种的这个视频 一个猫在那打那号子 说你跟我说 一会儿来人问了 你就说你是压脖 号子说我不是那猫上下一巴掌 那号子就说那我是压脖 还不行吗 对不对 就说这意思啊 嗯 然后呢 这网友还发现啊 在2021年南昌市场监督管理局 去调查这个江西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的时候呢 就发现这个学校的卫生 非常糟糕 学校市场里边呢 一般来讲白天 你要有老鼠 大家这个市场有老鼠 都很正常 对不对 那一般白天呢 都没有那么多老鼠 但是这个学校的市场 特别特别有意思啊 就监督管理局大白天去调查 大白天的时候 满地跑老鼠 老鼠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老鼠横行 以至于呢 市场监督管理局呢 想无事都不行 那老鼠完全不怕人 就在外边就 来了扔你招手 然后呢 就这个曝光学校问题 要向学校的整改 学校呢 在2021年呢 专门发了一个文件 承认呢 这个学校市场的老鼠横行 做出呢 进一步改正的这个承诺 这2021年的时候 那这两年呢 这一年半吧 一年半过去了 就发现呢 就是 何至呢 诶 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去之后发现呢 看不见老鼠了 何至呢 都做菜里了 省钱可能 是不是 多不多不 都做菜里了 这个 你看 这两年下来 据说他们说了 你看市场后面 又新盖了一栋楼 你知道吗 就拿老鼠呢 那个拿老鼠肉 做菜呢 省得买猪肉 买羊肉呢 省得钱 做这个楼啊 盖着这楼啊 那然后呢 就这个事呢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个就 那你说 人家当时有视频 对不对 如果没有视频了 那最后咱们就要开始 就要破案了 对不对 就是说这个 这个福尔摩斯破案 咱们看看 他说什么 他什么 咱们对这 他当时有视频 那你就没有 他有什么好说的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 直属为鸭 直路为马 对不对 那你就大家都能看得见 对不对 那是什么 不是什么呢 看你心里怎么想了 对不对 那你一张开嘴 两个大门牙 你两个鸭脖 撤来两个大门牙 你这鸭子什么 吃了一老鼠 然后砍在脖子上 对不对 他只有这一种情况 要不就你 你这鸭子死之前 吃了一只老鼠 对不对 然后中央把老鼠头 卡在鸭脖上了 对吧 要不然就见了鬼了 当时我就有可能 是什么呢 就是市场监生管理局 他们后来 第一次去调查 全球的调查的时候 这个食堂 已经把老鼠头扔掉了 换了一个鸭脖 所以后边的人 都是被骗了 你知道吗 后面的局长什么的 可能是被骗了 是被学校市场的人骗了 这学生一说 这人去了之后 二话不说 把那个扔掉了 换了个鸭脖 然后等他们来 你看是个鸭脖 他们就 那人一看 的确是个鸭脖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说前面有 其实有的人认为 是所有的 包括什么 当地的教育局 政府 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闻机构 一起陪着他说谎 我认为可能也不是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真的 就是一老鼠头 大家来看之后 他没有那么理直气壮 我觉得就是 这学生说完之后 可能大厨出来之后 二话不说 给老鼠头就扔了 随便从 拿个鸭脖来搁这 不就完了吗 来了之后 你们再来 所以后面的人 就都是 整个是被骗了的 可能前面这个视频 也没看清楚 是怎么着 但是 你前面看了 他发展视频 他来了 对不对 那视频你看了之后 你来 你看还是那块东西 所以 没办法 反正就是 中国这事 一个魔幻的国度 你知道吗 这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题材 所以 这个事本身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想说一个什么 就是说 中国的教育还不错 有老师在学校 教育学生 不都说中国教育不好吗 你看 来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教育 给你看看这个 老师教学生 就说 你看 让学生说 你们看 老师给你们看一个图片 老师 老师 说 这个图片上面 是一只鸭子 觉得老师 说了错的 举手 小老师 我知道 老师 好 手放下 没有举手的同学 一会儿少跑一圈 就觉得跟老师 说是鸭子 少跑一圈 举手说老师错了 说这个不是鸭子 是老鼠 多跑一圈 然后那要再看 老师再给你们 刚才举手的人一次机会 觉得老师刚才那句话 说的是错的 举手 老师好多的都没举手 然后就少了 就还有 但还有几个 好来 出来 举手的同学出来 来 我们出走 只有这几个同学 觉得老师刚才说的话是错的 剩下来都觉得老师刚才说的是对的 对不对 对 老师说就是一只鸭子 信不信 你们信不信 对 这些同学不信 老师要表扬这几个同学 这几个同学 明知道老师所有的话是错的 他们有勇气 去反抗 有独立思考能力 剩下的同学 老师说就是鸭子 明明它是一只老鼠 从这件事 你们要学到 做人 刚才这同学说的很好 做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面对 明显的错误 一定要有 指出这件事情 深究了这件事情 的勇气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好吧 这你看到了 不是说中国教育不好吗 你看这不也有好的教育吗 对不对 我觉得老师讲的挺好 挺不错的 我觉得尤其在学生 上小学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真的是记忆终身 这种事情 你知道 你看你上学 学了半天 没学到啥 这老师讲了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会有很多的反省和思考 不 当然了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中国的家长 要把孩子的移民 不让孩子在这 就是担心了老师把孩子叫坏了 说你这样 我以后孩子怎么混 你懂意思吗 然后我一定要跟你说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明白 你现在要明白 在中国 你知道吗 你要混 你要学会这个 在美国 其实也差不多 大企业里边 很多的时候 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说 出来混 这个罩子要亮 你懂吗 你现在不要以为 在美国 你看美国有时候 我们看那些美剧 老是个人英雄主义 这个人怎么着 多牛逼 然后反抗政府 反抗这 反抗那的 对不对 国家公敌 什么的 对不对 然后最后 事实证明 他是对的 你一定要明白 那是在好莱坞的电影里 现实生活里 你一定要想清楚了 就是说 有的时候 还是要随大溜 即使在美国 也一样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很多家长 要把孩子带出来 的原因之一 就担心中国老师 把孩子都叫坏了 开玩笑 反正就这么个事 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对不对 然后学校 反正 至于老鼠 反正看起来是比较恶心 我觉得个人是这样 因为 你看在南方什么 他们还抓老鼠吃的 对不对 有专门吃老鼠 叫什么 三汁 是怎么着 老鼠就是你夹的时候 它汁叫一声 然后你蘸点酱料 他们就有那酱料 然后一蘸酱料 老鼠又汁 又叫了一声 然后鸽嘴里一咬 老鼠汁 又再叫一声 叫三汁 你知道吗 这老鼠会叫三声 吃着老鼠 要活着吃 你知道吗 名菜 这都是 反正 苍蝇虽小 它也是块蛋白质 对不对 也是块肉 所以 怎么说 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 很有意思 说有一个村 他们村 好多人都特别长寿 后来又记者去采访 发现他们村 怎么回事 就专门抓老鼠 烤着吃 当然 这个就是 说玩 这都不能太当真 好不好 反正就 这么个意思 但是以前 中国经常 你知道 中国不老是 闹灾荒 饿死人 饿死人 到最后的时候 你就找不着老鼠 你知道吗 因为你在饿死之前 早就把他都吃光了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 就是说到最后 根本就找 你能找着一只老鼠吃 那你就高兴坏了 你看过 方刚他们拍 甲方乙方不也是 把那哥们 把那吴京搁那了 然后说他肉吃太多了 晚上长过地 吃不着肉 然后去之后 说你们可来了 我们村连耗子 都被他吃光了 所以 就这么个意思 好不好 反正中国特色 魔幻现实主义 好吧 这期影片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